在上一屆二零一八雅加達亞運武術項目中 中華隊分別在五十二公斤 女子三大 以及長拳項目中近仗兩面銅牌 近年的航中亞運能否延續佳績 甚至朝向金牌邁進 局勢的校長選手的臨場發揮 將會是影響結果的重要關鍵 這個臨場發揮跟那個局面問題 就是校長問題 就是你對手的那種強弱問題 或是說那種 因為有時候這個套路比賽 差分就在零點零零一之間 他不是說你絕對好 也不是說他絕對輸他 而就是當場那個感受一點點 還有那個氛圍局面 那我奪牌的話 我預計就是 銀牌應該是有機會爭取 那個但落在哪一塊 我預計就是資深選手的話 他可以就曾經拿過牌的機率會高一點 那至於就是我們整體的實力 在我看來都有達到銅牌以上水平的實力 來到亞運會上的武術競賽 來自世界各地的武術高手彼此之間的差距 就如同張士博教練所說 往往就在毫米之間分出勝負 而決勝的因素更是包括現場氣氛 權威以及整體氣勢 說起來相當抽象 卻又是無比殘酷 因為在上一屆雅加達亞運 我國男拳男棍的代表選手賴博偉 就是以零點零一分的些微差距 和銅牌擦身而過 但賴博偉沒有糾結於過去的喜敗 更多的是檢討過去年輕時 沒能完美展現男拳該有的霸氣 以及肛猛 並花了將近五年的光陰 將拳路調整到位 下定決心這次一定要奪牌 凱旋歸國 正式是四年前 就是技術方面來說 就是比較年輕 然後比較就是體力 然後憧憬這樣有 然後只是可能就是 因為武術比賽嘛 可能還是要看一些權位 就是比較濃厚的那種 就是展示武術內涵的動作 這四年我就是朝這個方面 就是讓我的權位 然後讓權位變成更大方 更有霸氣 因為男拳這方面就是要 剛蒙有力這樣子 難度希望可以突破 就這樣 然後名次的話 當然是希望一定要更好 一定要前三名 不要再第四名這樣子 在武術的展現上 不同於過去大家所說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的觀念 強調的是如何完美演繹 特定武術所包含的文化內涵 就像剛剛賴波瑋的男拳 就該深蒙有力 魂厚並充滿霸氣 而主公太極的孫家鴻 則是以快慢得以 剛容兼聚的風格 展現太極拳該有的樣子 同時他也和賴波瑋一樣 在上一屆 雅家打雅韻留下遺憾 但決心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站起來 喊話將帶著 比過去更好的狀態 要替中華隊衝擊賽事上 同時也是自一九九八年 太極選手 宅民術之後的第二面金牌 上一次主要是因為我的筋骨有傷 所以在比賽的時候 就是自己沒有調整得很好 所以在最後一套都沒有掌握下來 那這一次的話 我覺得狀態會比 無論是狀態還是自己的實力 都比十年前 應該說已經要五年了 五年前還要更好 而且應該說好很多的 當然就是當選手 沒有說只是去爭第二 爭第三的嘛 目標當然是放在金牌上 除此之外 同樣也是二度參賽的 散打選手林依儒 刀術棍術的王正銘 都擁抱了過去的遺憾 帶著更強的自己迎接未來挑戰 並誓言在亞運舞台上展示 猶如騰雲駕舞般的驚人身法 為中華武術以及散打 再偏光榮 環體育台專題報導